帶著大包小包居民緊急撤離 因為爆炸發生後 有家歸不得 從災難現場到臨時安置中心 慈濟志工一路復衛陪伴 面對驚魂未定的心 提供最溫暖的依靠 攀扶民眾下樓 職工吊派中型巴士 載送居民前往旅館 同時提供相關單位必要協助 非常感謝我們的慈濟 慈濟在第一時間 也馬上趕到我們災害的現場 大批的志工來提供協助 在三重園區志工用心烙禮 打包一百份便當 給周邊住戶和救難人員 另一邊也沒忘記安置的居民 有慈濟泡麵 還有餅乾之類的 讓他們在這裡呢 也可以餓的時候 有點心可以用 志工匯集力量 將持續進行 安心家訪 大一新聞總和報導